當我不確定我的上方的材料以及下方的材料 它的邊界位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建立出來的模型就會具有不確定性 而本研究呢 嘗試以檢視鑽井的原始資料 來去降低這類型的不確定性 對建立模型造成影響 那第二類的不確定性 為內插或外插的過程造成的不確定性 即使我了解了上方的材料以及下方的材料 它的邊界卻一些位置在哪裡 當我不知道鑽井中的材料 它應該要如何向側向延伸 延伸多遠的長度 那我建立出來的地質模型也會具有不確定性 但如果是以沉積的材料而言的話 它的在空間中的延伸的特性 其實是取決於它沉積時的沉積環境 所以其實它的沉積長度應該是有機可取 延伸的長度應該是有機可取的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 設定成績錄的垂直 以及水平方向的延伸長度比例關係 並利用這個參數來去建立合理的地質模型 那本研究將會將園舊區選址於臺北盆地 是因為臺北盆地內有很多豐富的工程地質賺景 而且近年來有關於土壤液化以及長子效應等各方面的地質災害的研究 如果我們可以建立合理的地質模型的話 我們就可以對這類型的地質災害的研究提供一些較好的資料來源 在過去有許多前人以不同的層積環境來解釋臺北盆地的層積環境 那本研究會採用蘇品如於2018年以河口灣來描述臺北盆地的層積環境 那它依據了有孔蟲的種類 有孔蟲或是沒有有孔蟲 有孔蟲的種類 還有貝類化石的種類 以及它有或沒有 還有層積物的粒徑大小來分類臺北盆地內的層積原項組合 那在工程地質的方面 利用了土壤的粒徑分布 還有它的土壤組成 將松山層分為六個四層 那依據松山層六個四層的特性 以及土壤物性實驗 還有四層的存在與否 那前人利用這些的依據 然後建立了臺北市區的工程地質分區 那臺北盆地的層積環境 以及臺北市的工程地質分區 能夠讓我們了解我們研究區的地質背景 那在建立模型方面 我們使用的是機率性的建模方法 既然因為我們可以了解空間中的位置 它可能會出現土壤種類的機率 那也可以進而推算出地質模型 它的不確定性 那以往有使用蒙蒂卡諾馬可福鏈的方法 來建立基地域地質模型 那這類型的研究 它們是以相關椭圓的方式來描述空間中的相關性 所謂相關椭圓指的是 當我的參考的材料以及鎖球的材料 當我的參考的材料是位在鎖球材料的相關椭圓的長軸上 那這個參考的材料對於鎖球材料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那它位在短軸的話 它對它的鎖球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這系列的研究呢 它們並沒有特別去說明 這個相關椭圓的長軸A值應該要如何去做點定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依據 所以我們將會使用另外一套方法 稱為鵬河馬可福鏈 那它們是以轉換機率矩正的方式 來去描述空間中的相關性 而水瓶項的延伸參數呢 它們則是以維式定律 依據維式定律來做一個假設 來去給定水平項的延伸傳數 那因此呢 本研究將會使用鵬河馬可福鏈 來進行接下來的空間的建模 那這是我的研究流程的概述 首先我會先挑選建模方法 原則是以地質知識為基礎 描述空間相關性的建模方法 那就是我們會選取 以鵬河馬可福鏈的方式來進行空間建模 那接著我們會選定研究區 我們挑選台北盆地內 鑽井密集的地方做研究區 我們總共選了兩個研究區 那簡稱為假研究區 以及理研究區 那這些工程地質 那這些鑽井資料呢 是來自於地調所的工程地質 看看資料庫 在台北盆地內的資料 那在這兩個研究區裡面呢 我們會律定研究區內的 成績物的延伸比例參數 那在假揚救區 我們會以不同的分析次序 來去探討說不同分析次序 律定出來的參數是否會有不同 那所謂的不同的分析次序 將會在後面再做介紹 以研究區呢 我們依據不同土壤給定的方式 給定土壤種類 以降低材料邊界的不確定性 對我們建立模型造成的影響 那我們建立了一組平行的孔面 兩個孔面皆為東西項 我們想看同樣為東西項的兩個孔面 律定出來的參數是否會有不同 那我們有另外一條南北項的孔面 我們也是想知道 南北項孔面律定出來的參數 是否會與東西項的孔面 律定出來的人生比例參數 是否會有不同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我的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方法一開始會先介紹 垂直項的轉換機率矩陣 也就是偶和馬可夫列如何描述空間中的相關性 那所謂垂直項的轉換機率指的是 當我在垂直項觀察到有一格黏土 那這個黏土的下一格會是黏土的機率是多少 那下一格會是沙爾機率是多少 那下一格是粉土的機率又是多少 那垂直項的轉換機率矩陣呢 我們可以使用磚井資訊來去做計算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張示意圖 我們把下面這張示意圖 我們把磚井切成過個網格 然後來去計算不同種類的材料的組合 例如說我們在這張示意圖中 可以發現總共有九處 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黏土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起來 那有發現三處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沙 那我們也把它記錄起來 那有發現一處是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粉土 我們也把它記錄起來 那當我想知道我們在垂直項上 觀察到第一格是黏土 那我想知道第二格也是黏土的機率 我們就把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黏土的次數 加上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沙爾次數 加上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粉土的次數加在一起 作為分母 那分子呢 我們就放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也是黏土的次數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 當我在垂直項上 看到第一格是黏土的時候 第二格是黏土的機率 那如果我把分子換成 第一格是黏土 第二格是沙的次數的話 我就可以計算出 第二格出現沙的機率 那請看到下面左下角這張圖 這些項呢 在對角項 它都是第一格跟第二格是相同的材料 那它代表的是材料持續的延伸 那在非對角項這些材料不一樣的呢 它代表的就是材料發生的變換 因此我們計算出來的轉換機率 代表的是材料在垂直方向上 材料發生變換或者是持續延伸的機率 那垂直項的轉換機率矩陣呢 我們可以藉由垂直項的轉景 來去計算得到 但是水平項 我們通常不會有這麼多連續的資料 那因此我們需要使用一個假設 我們藉由偽視定律 假設在垂直項堆積的程序 與其他方向上堆積的程序 是相同的但是尺度不同 因為偽視定律說明 我們在垂直項看到的程序 可以推估水平項的成績環境 那所謂的程序相同指的是 當我在垂直項上可以看到 藍色綠色黑色橘色藍色橘色黃色這樣子的程序 代表我在水平項上也可以觀察到 藍色綠色黑色橘色藍色橘色黃色這樣子的程序 這就是所謂程序相同 但是所謂尺度不同指的是 在垂直項上的這個程序 可能發生在十公尺或者是百公尺的尺度中 但是在水平方向上 它可能會延伸至幾千公尺的尺度 也就是所謂的尺度不同 我們藉由這個假設 我們定義了K值 K值指的是在水平方向上的延伸長度 以及垂直方向上的延伸長度的比例關係 那我們剛剛說明了在垂直項的轉換機率矩正的對角項 代表的是材料持續延伸 而非對角項代表的是材料發生變換 由於程序它即使我們 由於程序我們把程序的尺度放大 也只會有一處藍色轉變成綠色 也就是說材料轉變的次數 不會隨著我們增加了這個程序的尺度而增加 因此我們將這個K值存在對角項 那它的作用就是增加我們材料持續延伸的機率 然後降低在水平方向上發生材料變換的機率 那藉由這個矩陣我們可以計算出在水平方向上 材料發生變換或者是持續延伸的機率 那藉由水平向的轉換機率矩正 以及垂直向的轉換機率矩正 我們便可以使用偶和馬可膚鏈來建立機率地質模型 那在過去中偶和馬可膚鏈是以垂直向的轉換機率 來描述上方這個材料對於我們所想知道的這個材料的影響 以及左方的材料對於我們想知道這個材料的影響 然後以及使用水平向的轉換機率描述 右方的這個轉景的資訊對於我們所想知道的這個材料的影響 那在過去的計算的方向是以由左至右 由上至下的計算的次序來去建立模型 那我們已經了解了K值它代表了意義 它代表了在水平方向上的延伸長度 以及垂直方向上的延伸長度的比例關係 那我們應該要如何給定這個K值當我們在建立模型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是騎者人在2016年所使用的最大釋然估計法 首先我們將使用最左邊以及最右邊的兩口鑽井來建立模擬 那中間的兩口鑽井不會參與模擬 我們給定了不同的K值 那當我給定不同的K值的時候 在鑽井A中的材料以及在鑽井D中的材料 它便會以不同的延伸的長度延伸出來 也就會有不同的模擬結果 接著我們把我們產生的模擬結果 在B鑽井的位置以及C鑽井的位置 與原先B鑽井以及C鑽井觀察到的土壤分布做一個比對 那越相似的話我們的釋然估計值就會越高 我們就會得到下面這張圖 這張圖為騎者人在2016年 律定K值的參數的時候的結果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它給定不同的K值的時候 會具有不同的釋然性質 而釋然估計值它代表的是 模擬結果與監測井的相似程度 因此就選取了 具有最大釋然估計值的這個K值 作為建立模型最合適的K值 然後以此K值來建立模型 那由於我們所使用的是 騎者人在2016年 所使用的最大釋然估計法 來進行參數的律定 因此我們聯絡了 作者齊曉輝博士 並以與他相同的資料 來還原他的剖面 然後參考了他文獻中的方程式 自行編寫了一套MANLAB的程式碼 然後來去還原在線 其等人在2016年的參數律定的結果圖 那右圖就是本研究的在線成果 以及2016年齊等人的參數的律定的曲線 那可以看到兩者是非常吻合的 那我們也有給 齊曉輝博士看過這張圖 那他也認為我們的在線成果是非常吻合的 因此這代表了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參數律定方法是完全遵照於 其等人在2016年的參數律定方法 那我們選取在台北盆地內選取了研究區 這些研究區符合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個為他們都有高密度的鑽井 第二個是他們的鑽井深度都接近30公尺 那我們會在假研究區進行不同分析次序 對參數律定的影響 所謂不同分析次序指的是 當我使用最左邊以及最右邊的兩口鑽井 來進行模擬並與監測井來比對 律定K值參數的時候 以往他們是使用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這樣子的一個次序來去完成中間的模擬 那我今天由右至左由上至下 然後由左至右由下至上 由右至左由下至上 這樣子不同的分析次序 那使用不同的分析次序 是否會對K值的律定結果造成影響 這便是我們在假研究區要進行的探討 那因此我們在假研究區呢 選取了一條XS-Plump的剖面 將鑽井BH1359位置在剖面中 選取了中間一段 土壤的邊界類似的區段 來觀察分析次序對模擬結果造成的影響 那由於我們有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這兩種不同垂直項的分析次序 因此我們必須要假設上方的材料 以及下方的材料 那我們可以看到K值的分析結果 不同的分析次序會得到不同的K值 這代表分析次序會對參數的律定結果造成影響 那也就代表它會對我們建立的地質模型造成影響 建立的地質模型造成影響 因此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以不同的分析次序 以及它相對應的K值產生多個時限 計算出土壤出現的機率分佈 然後合併計算出信息商 所謂信息商代表的就是地質模型的不確定性 當我們看到信息商值低的這些地方代表 它在我們的合併計算的模型裡面 總共4000個模型 那它的材料變化就會很小 那信息商值高的這些區段代表 我用不同的分析次序合併的總共4000個模型 它會的材料都會很容易就發生了變化 那我們由假研究區的研究得知了分析次序 會對模擬結果造成的影響 因此我們在之後以研究區的研究 都會以不同的分析次序產生多個模擬 然後合併計算出機率地質模型 以及它的不確定性分佈 那我們以研究區總共有一組平行的東西像剖面 AA剖面以及EE剖面 那它們都是東西像的剖面 我們想知道同樣為東西像的剖面 它在綠定的成績物的延伸長度比例的參數的時候 是否會有不同 那我們也有一條BB像的南北像剖面 我們想知道的是南北像剖面 綠定出來的結果 是否會與AA11兩條東西像的剖面 綠定出來的結果是否會有不同 首先我們先看EE剖面 我們首先是使用統一土壤分類法的方式 來給定鑽井中的土壤種類 如左圖所示 那接著我們給定了K值從20到100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K值綠定的曲線 那由左而右由上至下 我們得到了K值為100 這代表它在K值20到100的區間裡面 它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合適的K值 而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分析次序 它綠定出來的 它認為 肆然估計值最高的K值為62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條由右到左由上到下的曲線 它到了K值到40之後 它是非常的平緩 這代表我們K值給的 不論我們K值給的多大 在40之後不論我們K值給的多大 它的視然估計值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這也代表它沒有辦法很好的找到一個合適的K值 因此我們重新檢視了在研究區的土壤種類 我們把土壤它研究區中的土壤取樣 依據它的粒徑分布 繪製於土壤的質地三角圖中 在這張圖中 越接近左下角代表它的砂含量越高 越接近右下角代表它粉土含量越高 越接近上方代表它黏土含量越高 我們可以看到在砂含量50%的這條線以上被分類成是SM 以下被分類成是細粒掉的土壤 這代表它符合了統一土壤分類法 我們也有將粉土分為沒有塑性的低塑性粉土 以及有塑性的ML 我們可以看到有塑性的ML 在研究區中有塑性的ML的土壤取樣 它的分布其實更接近於低塑性黏土的分布位置 因此我們重新分類了土壤 我們將土壤分為沙、無塑性的粉土以及塑性土壤 那之所以我們可以把有塑性的粉土 以及黏土合併成為一種塑性土壤 還有兩個以下的依據 其一為我們把有塑性的粉土 以及黏土繪製於塑性圖中 可以看到它分布非常的緊密 並沒有明顯的分為兩群 那我們也有比較了有塑性的粉土 它與A-Line的距離 會發現有塑性的粉土與A-Line的距離 與它的粒徑分布其實沒有明顯的關係 依據此兩點以及有塑性的粉土 在三角圖中分布接近於低塑性的黏土 我們便將兩種土壤合併為一類土壤 那右圖為我們重新分類土壤之後 土壤的種類在鑽井中的分布 我們可以看到K值的律定曲線 它便可以找到相對的峰值 由右而左由上而下律定出來 合適的K值為65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律定出來的K值為65 由右而左由上而下律定出來的K值為37 由於我們的律定曲線可以找到一個相對的峰值 因此在接下來的剖面 我們將會以新的分類方式來給定在鑽井中的土壤種類 那我們看到A-A剖面的律定成果 A-A剖面跟E-A剖面都為東西向的剖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A-A剖面的律定成果 由右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最合適的K值為40 由右而左由上而下最合適的K值為44 接著我們看到南北向的剖面 那在南北向的剖面的土壤的分 在鑽井中的分布如左途所示 我們律定出來的成果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最合適的K值為57 由右而左由上而下最合適的K值為33 這些K值它代表的就是在我們的研究區中 這些我們的剖面 那材料它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側向延伸 那它的K值呢落在了一個區間內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那這些差異主要是來自於 就是土壤的在我們給定的鑽井內的土壤的分布 那由於我們所說K值它是在我們的模擬的設定底下最合適的成績物的延伸參數 因此我們把由右而左由上而下以最合適的K值建立了1000個模型 而由右而左由上而下最合適的K值37也建立了1000個模型 然後2000個模型我們合併計算出了土壤種類出現的幾率分布圖 在這張分布圖中越接近藍色的部分代表在2000個模型裡面 它越有可能出現塑性的土壤 那越接近紅色的這些地方代表它在2000個模型裡面越有可能出現沙 那在綠色的這些區域代表它在2000個模型裡面 越有可能出現的是無塑性的分布 那我們也利用了土壤種類出現的幾率計算出了這2000個模型 它所反映的地質模型的不確定性 那我們可以發現不確定性高的區域 大部分都是位在不同材料的邊界處 同樣我們在AA剖面也以最合適的K值不同的分析次序 產生1000個模型共產生2000個模型 來計算出在AA剖面的土壤種類出現的幾率分布圖 那同樣也以土壤種類出現的幾率 依據2000個模型來去計算地質模型的不確定性 那由於我們所說K值是在我們的模擬設定底下最合適的 成績物的衍生長度比例關係 那我們建立出來的模型是否符合 我們所認知的地質背景之四 我們可以看到在AA剖面E剖面以及BB剖面 是可以明顯地區分出松三層的松六層松五層松四層以及松三層 那我們可以藉由赤層的土壤的種類 依據輸品如於2018年分類的層積環境來去推斷說 在這個地方它的這個赤層有可能的層積環境 因此在之後可以依據不同的層積環境的邊界 再重新將這些剖面進行劃分 重新再進行參數的預定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結論以及建議 由基於本研究的成果 我們提出了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個是偶和馬可夫列它的分析次序 會影響K值參數預定的結果 因此我們在建立地質模型時 需要以不同的分析次序 產生多個不同的模型合併計算 以消除它的方向性 再來是台北盆地內的成績物平緩 我們的研究區內的律令的成果 皆代表了它成績物具有良好的側向延伸 那我們藉由我們律令出來的參數 建立出來的剖面是合理的地質剖面 我們重新分類的土壤 可以使得剖面更符合我們所認知的松山層和赤層的分布 那未來有幾個建議的方向 其一為就是我們目前的研究區 它的最長的剖面只有180公尺 未來可以以更大的尺度來去了解說 以不同的尺度律定出來的K值是否會有差異 那第二點為可以將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是以無塑性的土壤合併 可以看出很明顯的松五層 所以之後我們可以考慮以將 沙以及無塑性本土兩類都沒有塑性的土壤 合併成一類土壤再來進行參數的律定 那由於在以研究區它的鑽井數量眾多 若我們可以以榨狀圖的方式來產生多個香蕉的剖面 我們便可以去初步的了解在研究區中土壤分佈的三維特性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口試委員 謝謝潘同學的報告 口條很清晰啦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委員提問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比較遠的地方 比現在遠的地方除了主持人之外 好像是有老師嘛 對不對 所以有老師有請 不敢不敢 這個無限的這個網路這樣子 應該是大家的距離就差不多了 那這個我就來請教一些關於我看到這個論文的一些問題 首先呢我或者建議啦 首先是關於這個題目啦 這個題目當然就是說要包含完整 那最好呢比較能夠很清楚我們的工作的內容 那這個題目是利用我和馬可夫電測定成績物質水平測向延伸參數 以臺北盆地研究區為例 這個臺北盆地研究區很大嘛 對不對 那好像你做了整個臺北盆地的感覺 其實不是嘛 有兩個很明確的案例 那你又 這其中又是針對這個 松山城的這個地盤分區的分析 那你裡面有一些重要的這個前任研究 以及把這個臺北盆地的這個分區 做一個基本的一個劃分 尤其是這個烏韋特跟這個李乾燈老師他們都有做這樣 你的研究分區是在你的研究區 是在這個分區的哪一些地方 能不能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這個 有點小 把它放大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研究區 它的位置是位在淡水河的旁邊 以及這個這上方這樣子 那 那 以研究區它的位置 因為我們只有比較研究區它的 它的 它的 建立素材的模型 跟那個刺程的分布 那它大約是位在 這幾個 這幾個分區的邊界 那我們曾經有藉由 關於分區的描述去推斷 它應該是屬於 T2以及T1這一類型的分區 這樣子 是 那要不要就用這個 T1或T2的分區 直接就寫在你的論文題目上 我想就工程地址的這些 這個同仁們 他們應該蠻熟悉這些分區的 你一寫下去我想他們就要叮 他們都知道在哪裡 你寫台北盆地研究區 可能還不知道你到底在哪裡 這是我的建議 你要不要可以考慮看看 這是我關於這個論文題目的 一個看法一個建議 你可以跟老師再討論看看 是 就是尤老師的這個建議 其實蠻好的 一個是分區的特徵 另外一個是松山城 這兩個其實是 起瓶的工作的核心 因為就是等一下有一些 就是要簽名的東西 可能會跟這個題目有關 那各位老師 能不能大家集思廣益一下 我們先把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題目先把它 先把它確定 然後讓柏威或者說 嘉儀幫那個啟評 把他的論文題目改定 然後再把就是這個新的審定書 好